我真的到北宁了 我都快进宿舍了 不信你看 新老板 我要进宿舍了 大爷 早 早 小蒋 你怎么这么早回来了 解释还在疯着呢 那个 我已经跟学校打过招呼了 行 那我先上去放行李 那行 然后回头再跟您下棋 好嘞 好嘞 我到前世门口了 看看里面有没有人 没有人 你弟弟的床 我的床 好寂寞 可惜我到了 你这么早就回去了 XV公司的实习提前了 我就只能回来了 这样吗 嗯 怎么 见不到我上线了 这样也好 就算你在江明 我们也见不到 我被我妈禁足了 啊 为什么 我挂科了 惹他不高兴 你没有骗我吧 真的是因为挂科吗 对了 我给叔叔阿姨买了点东西 你告诉他们一下 买了什么 叔叔身体不好 所以我给叔叔买了一个电热毯 这样平时叔叔呢 可以盖在腿上 然后 江明的天气又阴冷阴冷的 我就给阿姨买了件披肩 平时穿着又暴暖又时尚 你们家不是喜欢喝茶吗 然后我又买了一套新的茶具 快递应该马上就到了 你跟叔叔阿姨说一声 让他们收一下 女朋友 飞心了 毕竟 我家那关 未来你功课会比较累 你就当是 巴掌钱的填枣吧 小夕 你把你下一个假期 想要去的地方 想玩的 列一张表哥 我一定会努力 做好一切准备 什么准备啊 取你的准备 小夕 小夕啊 我刚才找东西的时候 突然翻到这本书送给你啊 我爸来了 我先挂了 好 那你先去 我先挂了 拜拜 挂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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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